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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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N-Post 公益交流站的代表 叫張轉家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關於 國際健康這一塊的問題 那就是這塊是 因為譬如說要用 用前電後廠的方式 沒有 沒有 前電後廠是有物流 是有物流 所以這是這個人的部分 沒有這樣子 那就有沒有 估算過說 因為有說那個 示範區它的 就是一些盈餘會 利潤比例 它會的 示範區的一些會用特殊 就行錯啊 示範區的一些 就是營收 醫院這方面 那它會以特殊費的方式 回退健保 那有沒有估算說 如果現在是一個還是兩個示範區 然後會在哪裡 那有沒有估算 營收大概會是多少 然後可以依註到健保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謝謝 因為初期的時候我們大概會 一到兩個示範區 那這示範區的那個地點 因為要選擇在到時候交通方便 然後地方縣市 你要看看這個醫療地區 人家有這樣子的一個意願 然後他們要寫一個program 比如說它是不是引進 國外居民的 比如說像 Mail Clinic 像這樣子的一個 國際居民品牌合作 所以像這樣子的整個program 還有說它要擠床 然後他們怎麼樣 那個來operation的 所以整個會比較說 哪一個計劃比較有競爭力 從中則有 一到兩個示範區來做進行 那至於特許費的那個收取的方式呢 我們最後會看就是 實際上 比如說用什麼樣的基礎來做計算 但是基本上是一定要收特許費的 那這個特許費呢 是要回饋到我們的健保 來幫助我們的健保 因為根據新加坡經驗 確實可以來挹注健保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也會要求醫院呢 要訂定一個回饋計劃 來對於做偏鄉跟弱勢的民眾 做一個支援 實在是目前還不確定 這個特許費的額度 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需要比如說按照整個program來看 新加坡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新加坡呢 其實它國人的醫療部分 這個醫療體系所服務呢 只有大概三成左右 七成的醫療資源 是用來服務它的國際的醫療 所以它的七成的醫療服務呢 其實為新加坡當地呢 是帶來相當多的一個產值 包含說 對於它臨近 比如說像臨近的國家 或者是甚至吸引像阿拉伯國家的民眾 能夠到他們的地方去做服務 帶動一些消費 這個部分其實要看看 因為我們的限制是比新加坡多的 新加坡的醫療費用是沒有上限 那我們的醫療費用 基本上還是按照醫療法的性行法規 是有一個 比如說需要報衛生局主管機關同意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看整個營運的狀況 那基本上呢 我們會以那個特許會的方式 比如說你達到盈餘的多少 我們就來收特許費 但是就是目前還沒有辦法估算 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基本上還是我們會有一些數字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些醫院說BOT的 我們會參考那個數字來訂定 哈囉大家好 第一個問題是PPT國家研究院群 那個答錯了我們是PPT 弄的以下就是寫著目前正在看直播的PPT網友 那目前整理出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一群規劃200床是否有明文規定 說明中的限制是否都有明文規定 二 容易的衝擊是否有評估報告 哪些種類破例 哪些受害 有無福到 三 國發會為何不側愛說敢再送立法位 說什麼公開 說什麼開公聽會聽取意見 但條例內容根本都沒有改 四 為什麼第一月審查還是舊完 而不是修改後的條文 五 後來條文像是外籍醫生入用資格等 有沒有相關的監督機制 六 如何判斷資金區 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成效 如果環境變化導致資金區 變成有害我國經濟自主性 要如何因應 七 如果資金區造成持續效益 是否無限制擴大資金區 八 什麼時候要改條文送立法院啊 說一堆屁話 九 未來如果有損害我國 國安或我國家利益的事實 是否有煞車機制 煞車機制是否真的保障煞車 損害機制要如果 損害蘋果要怎麼做 未來資金區如果真的成功設立 多久可以做一次的整體評估 評估項目包含什麼 十 資金區除了中國外 是否有對於其他國家的宣傳 十一 如果資金區談判查到匪碟要如何處理 資金區內發生不同國家間的商業間諜案 有何法要處理 十二 若開放中資大量進駐資金區 一旦中資集體撤資如何面對 十三 十三 資金區是不是開放大量的中國引力 已達到和中國的統一目的 十四 所有相關事前評估報告 是否有強制的公開機制 若有 若有 必有行責 如果有隱瞞相關的評估報告 最後一個問題 面對 如果是背後有中國政府靠的企業或產業 是否有對策 謝謝 這個擺明沒有想要現場有可能回答完 那其實這個是有一點 因為 變成是說 其實如果都是事後回答的話 這段先不要記時間 如果都是事後回答的話 其實跟直接在網路上提問題 是 意思是類似 所以 我想我們盡量 整理一下盡量回答 第一個是兩百床 有沒有明文限制 我先講我比較大的 我再請 我來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有些問題我就很快講 一個有關國發會 三跟四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 國發會為什麼不修改 撤回去再重新來 然後為什麼還立法應在審救的版本 這個問題 程序 這純粹只是爭取時效 我們剛剛 前面都已經報告過 我們這個已經做成了修法的建議 國民黨立院黨法案 已經做成了修法動議 送進委員會 只要審查條例審到這一條 那就必須要看這一條 所以跟回去是一模一樣 程序上只是因為這個法案 已經到立法院 看起來你在審救的 但是這個上面 會審到的法案中間 不只我們 還有其他委員也提了一些修法動議 都會同時考慮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我剛剛也說明 因為這是我們主動建議 然後國民黨黨談 協助我們提出這些修法動議 我們會堅持我們的建議 當作我們行政院版本一樣的堅持 然後剛剛空白條文 這部分我就跳過去不太講 然後我們後面 等一下有些問題 我先保留給衛福 我們來說明 但我覺得剛剛有些問題 我想我們留在網路上 你把我們搞師範圈 搞得好像匪諜片一樣 沒什麼可怕 我們一直想到 這是對國際 不是搞的 全部都是在搞匪諜的事情 然後 尤其我們重點是 吸引國際的投資 包括我們 推動這個出來 來詢問幾乎都是國際 反而是上海 他們很緊張 希望我們去告訴他們 我們在做什麼 希望看對他們有什麼幫助 所以這個上 有些細節 我們後面再說 我們是不是先請衛福部 針對剛剛那個 衛福部這邊主要是200床的問題 有沒有明文的限定 限制這個200床的總量限制 200床是參照國際的經驗 就是說你200床才有經濟規模 所以一個要run一個國際醫療的醫院 大概200床 那更多的話其實不在床數 因為國際醫療它吸引的除了技術以外 其實更多是服務的內涵 那比如說你要吸引阿拉伯的王子 到台灣救育 他們的習慣是經常是全家出動的 而且他們要有一個廚房 因為他們可以煮他們 可以吃的食物 所以像這些東西 可能他們就不適合 跟我們的國人的醫院 一起來做 所以這個200床其實 所以有沒有床數的上限 對我們可以來設床數站 這沒有意義 因為200床以上 所以目前是沒有床數的上限 對不對 目前是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去限制 比如說我剛剛所講的 一到兩個區 我們去選它的program 那通常按照我們的經驗是 它通常不願意開到200床 因為其實 越小的話 你設一床 其實你就至少要多少的資金 所以床數越多 所以在主管區塊不會因為床數過多 而否決它的program 會 會 對 因為它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沒有明文的限制 但您的意思是說在審核的時候 會做這種法 它就會很低分 然後就會被 因為你要那麼多床數 基本上你就不太可能會有盈餘了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 第一個就先把它提出 那第二個就是講到外籍醫師人員部分 其實我想應該是說外籍醫師 比如說我們開放的是 在國外 比如說像美國的醫師 他要到台灣來 他沒有辦法在台灣執行任何的醫療業務 因為他沒有去考我們的醫師國考 那我們的醫師國考都是中文字的 他怎麼考得上 即使他在美國是一個哈佛的professor 教授他也考不上 那我們現在唯一開放就是說 如果他是具有台灣所沒有的先進技術 那我們可以邀請像這樣子的醫師 來這個師範區來做職業 所以他是非常的limited 非常的少 那同時呢 我們這次也完全沒有開放 更不用講陸籍 連港澳的醫師員都沒有辦法 在這次裡面被寒刮進來 OK 我們時間也到了 謝謝您 謝謝您的回答 大家好 我是胖諾的編輯陳柏全 然後因為胖諾的 平常關注的是科技創業的部分 那其實這裡面跟科技創業 其實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知道 因為大家各國都在提倡創業的部分 那希望這個資金區其實 對創業能不能做開放 然後有些方式 對 那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資金區裡面有滿滿的製造業 那因為製造業的話 目前國際強調物聯網 第三波的趨勢物聯網 像Google眼鏡就是一個軟硬整合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這些硬體廠商 製造廠商如何跟國外的軟體 做軟體好的廠商做一個結合 怎麼幫他們曝光做出去 做一個結合 謝謝 這個問題其實有點大 但是我回答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有關創業 接受到創新這上面的話 我們當初也有考慮過 它其實不需要放置在某一個特定市場地區 事實上國發會 現在已經有一個伙伴 也已經報到國行政院 我們現在正在積極在做 我可以先告訴大家一些簡單的細節 我們是積極在推動 一個部分還是跟法規宋網友有關 我們這方面可以更容易的 recruit international talent 還有就算你有新創以後 如果更方便在台灣可以成立公司 或者一些公司經營上的 現有公司法這些限制 我們都已經得到 部會的支持會加以排除 第二個我們希望用我們擁有的 國發基金作為一個配合 吸引 international BC 來台灣 而且設計一些不同的 scheme 鼓勵它投資台灣的 early stage 的新創事業 同時我們也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選擇了一個特定的區域 要建一個比較大型的 cluster 會吸引更多的 incubator 跟 accelerator 進來 我們希望他們做出一個 showcase 包括我們將來辦 demo 和這些東西 是靠政府支持的 加上有國際資金 希望最強調的是國際鏈接 這次已經是一個成形的破壞 我們中文叫做創業拔萃方案 英文叫做 head start 台灣 這個已經是在推動的一件工作 中間我們會鼓勵的 不是那種一般性的 是希望能夠有機會 不僅是 startup 而是有機會 成長到 startup 的這樣子的 幫助我們可以有機會開發 下一個世代的這樣子的一些 business model 或 internet app 或這一類的東西 這是我們現在做的 細節化 如果這樣你留資訊給我 我們可以再跟你們聯絡 我其實跟很多的 young entrepreneurs 都有聯絡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該怎麼做 包括李開戶先生都現在都在 跟我們一起合作 幫我們等等 好 各位請問好 我是 Take Orange 甲燕 那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是接著剛到胖的文明文 其實已經提到 會跟北部這邊有創業一些合作 那南部呢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今天整場停下來 因為我剛好最後一個問題了 聽到我們就是 就是政府在溝通資金區的這個內容上面 都是告訴我們就是 這些內容有多不的美好 那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未來 有什麼樣的究業機會 可是難道沒有風險嗎 我還是想要知道 即便是利大於弊 我還是想要知道沒有弊是什麼 我們會犧牲到哪些人的權益 謝謝 好 謝謝 剛剛有關提到創新創業 我們現在才一個剛開始 其實我 因為最近在立法院會期 其實我已經請同事同事在安排 我就要去南部跟大家談 看南部哪一個城市他願意 也提供 像我們現在跟北市談 北市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們當初在各處找 也在台中到處去問 我們其實有點仿造新加坡 我們不是需要界明的新地方 我們是找一個 用過的一個就位 新加坡那個 170萬它是一棟舊的工廠 改成的 所以我們現在找到 這樣很快了 所以我也同時期 大家要看他們 地方政府找 他們有沒有這樣適合的地方 我們希望是在交通地點 還有生活基因各方面 讓這些年輕人 尤其是國際來的 他絕對上面有適當的功能 他們很願意集合到那個地方 那是我們現在在地點 所以南部我們並沒有排除 只是我們先從北部做好的地方 我們現在同時在對話 同時在下來 我們就會去詢問難過他有 我願意多少 然後這個 第二個是 很多人也都問到這個風險 當然我們不能說 我們做一件事情 會說完全沒有風險 但是 我這邊也請大家想想 我們這個東西 並不是說 我們幾乎都是希望能夠 帶進新的東西來 換句話 幾乎都是在假的 並不是 你知道跟這種兩岸談判 或者國際貿易談判 兩岸談判中 都先知道我要放掉一些東西 從而你才給我一些東西 所以 因為我要放掉 必然那個衝擊就定時有那一個 但我們今天這邊 其實沒有所謂是放掉的 因為這些事情 原來都不在台灣會發生的 如果我們透過法會 或者送往這些事都不會發生 我也不能說一定沒有 但是這個 我們唯一看到的就是 因為有些調整 包括 可能上 譬如說你說你成立 有教育成群 如果真的有人來審立這個信號 他可能對國內需要產生一些壓力 類似是這樣的東西 如果真的產生那種 physical damage 或者說monetary loss 我覺得那個是limited 但是細節 我們也需要更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剛剛在後面的 時間時間上要說 是 直播媒體的 大家好 我們是公民攝影 守護民主陣線 簡稱社務線 公民攝影 守護民主陣線 是 請 我們這裡有三個問題想要提問 好 我們主委您好 我們這裡有三個問題想要請 這邊不好意思 你修法真的比較負責嗎 那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因為沒有重提撤案 那你們許多提出來的 請國民黨提出來的法案 在立法院導致就是 大家程序上有非常多的爭議 比方說4月28號立法院的委員會 就是國發會並沒有更改其他的法案 就送到那邊就案進去審 造成立法院空轉 那或者是說今天呢 自經區的朝野立文還是擔憂 就是原來提出來這個法案有些部分 其實是不足的 那充滿問題的這個草案會被闖關通過 所以造成大家不信任 那最重要的是說 讓本黨的立委來提修正 這是不是導致行政權主導了民意激瓜的代表作為呢 那這是行政越選的問題 請您針對這個部分提出解釋 那為什麼不要重提法案 這個部分就是以上的問題 那第二點是剛剛您提到的國際醫療 國際醫療部分您說呢 在日本或韓國他們也在分享他們的國際醫療 可是您卻沒有提到對比台灣 日本跟韓國他們的國際醫療區 是沒有開放讓他們的本國人進去的 那台灣其實並沒有設下這樣的限制 那您剛剛說就是如果有人要選擇健保自費的話 我們不用擔心 可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現在有血和醫療的問題 那如果是醫生選擇到自進區的部分 那這部分要怎麼防止呢 那您剛剛說就是我們有兩百床的限制 這不會對我們醫療造成太大的負擔 可是您之前就是在備訊的時候也提到說 如果各個區域要去申請的話 只要他們符合這個自進區就會通過 那今天我們看到江濱、新竹台、中基隆、台約 都有提出申請 那如果要的話是不是一區兩百床便利開花呢 那甚至說在花蓮區 就是今天復坤其他們也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想要申請自進區 那如果說今天花蓮也開了這樣一個兩百床 是不是會導致偏向醫療的部分 這是您解釋 那最後一個是關於空白授權的問題 我們還是想要請問 自進區雙綁了許多法條 那在這邊訂定的法規全權交給行政機關 包含說勞工行政、工作環境、環評、公共服務、社會結構 這些人權勞工的這些東西 真的可以超過立法院 單一只要立法院一次授權 之後全部都交給行政機關來做處理嗎 這部分我們非常的質疑 這已經導致行政權的自我膨脹 這部分請您解釋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問題非常多 適合足夠來答 首先我回答剛剛提到程序 這上面其實您提到前線兩個部分 最主要是為什麼不重提 我剛才解釋說這程序 您就質疑說 這個東西值得這樣子去這樣子做 首先我回到 立法院最近的政治 跟我們這東西其實沒有關係 當立法院的4月28日 我剛剛死亡也協商過以後 進入主角審查 那個問題挺不存在 但是呢 我們剛剛講 如果今天 我們真的要再花半年 重新走所有程序 送回來還是這個條文 跟人家提出來 同樣去審這個條文 結果不是一樣的 但在這中間結果不會發生變化 中間下去繞這一圈 結果達到同樣的目的 我們是要達到什麼程序正義 然後這中間我再說明 有關國際醫療上面 首先那些韓國人 那些特區中間 他們跟我們一樣 我們是有全民建 所以大家才會擔心 什麼本國人 照不到那邊軍 他們是沒有的 所以他們那上面 也無法去限制 什麼人進去看病 這我想的地方是如此 還有 不好意思 我剛剛問你 並不是誰會進去看病 而是醫生在 我還沒有 我正要講這一點 我正要講這一點 因為你剛剛聽到說 那些失敗區 韓國人的失敗區 他們都可以 限制他們本國人 你們看到 您有知道這一句話 我現在還提到醫生 我們沒有說要限制醫生 不能到失敗區 事實上 衛福部的規劃中間 是醫生是可以去 但是他有嚴格的公私的限制 就是他只能花一定的時間 就是避免健康資源被他分散掉 那上面衛福部是有適當的考慮 然後我剛剛提到的 是不是遍地開花 這上面我想這有點誤解 包括我剛剛提到的是類似彰化 彰化在可能是他的張兵工業區 他心中在想 是跟台中港結合的 是類似那方面的製造業 花蓮最想爭取的是 他的那個花蓮港 因為如果花蓮 變成自貿港 類似郵交通不管 那他又會變成 示範區中的一部分 這個跟醫療沒關係 衛福部規劃的醫療中間 不會跑現在 跑到張兵工業區 設了一個醫療園區 事實上 衛福部剛剛我們報告說 衛福的規劃 本來最多就是 一至兩處園區 所以他不會有遍地開花 張兵自由經濟示範區 裡面有看到他們有醫療特區嗎 他寫了 他想寫 但是衛福部的規劃中間 是只有一到二處 但是衛福現在並沒有說 他心中已經有成見說 非在這裡或非在那裡 就是看後來人家怎麼去申辦 並不是 還有剛剛其實前面有個問題 我們也沒辦法回 沒有機會回答到 大家不要認為說 好我們說可以申辦 原因是我們需要給大家 有共同的競爭的機會 不是申請的就一定有 這點我相信 可是因為你之前在被選的時候 提到也是一樣的回答 那大家的答案就是說 大家的疑問是說 那不是申請就一定有 可是你同事也提到說 如果他符合標準 那這個標準今天就是顯然 就是漏洞很多 當然這疑慮沒有被解答之前 是不是就是其實我們還是不知道 那個標準在哪裡 所以我們當初再說明就是說 如果他想變成失敗區 他一定要 本身自己也有移動的條件 就是他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事情是不是符合 應用的優勢 那這倒是我們部會中間 會有一個聯席審查 等等上面來看 部會可能是說 大家都一體自由 是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部長應該意識有表達 那預後再有跟系列討論 我們再可能在網路上面來處理 我是印第到底 那我是個人 其實我也代表團體 然後 那我們在做網路直播 那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 好不容易 做了那麼多功夫 然後辦了一個網路直播的溝通 那不能讓大家把問題都問完 然後那麼多形式的限制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 大家不如早點回家去睡醒 我想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像剛剛PTT PTT國家研究院群 問了大概有十幾個問題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的規則 或者是行程的安排的話 那讓大家問完 可能真的就是明天 那麼我想 這個在舉辦活動程序上面 是不允許的 那我們會盡量有彈性 其實剛剛並不是真的 每個單位都真的是卡死四分鐘 我想大家其實如果有人算時間的話 我們會盡量的 讓大家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時間 當然 我只能盡量這樣子做 那麼 其實 如果您有覺得特別答幾個問題 比較重要想要先 待問或者是 或者是希望能夠當上回答也可以 現在其實是您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我覺得大家 我覺得現場的媒體在文字方面的迷入度是比我高的 那如果有人覺得自己問題還沒有問完 那需要政府官員公開回答的話 我的時間可以 可以PASS 因為他有四分鐘 所以如果 而且我覺得四分鐘是很大的恩賜 四分鐘其實就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連一個正常的問題敘述其實都不太夠用 那我覺得已經不要再說什麼四不四分鐘 那至少不會是四十分鐘 就我們就會有一個可能 也四五分鐘 maybe 我覺得現在就可以把 盡量 所有的媒體 15秒就好了 請 我需要解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剛剛PTT國家研究院所提出的問題 是剛剛網友在看直播的當下 第一個詢問的問題 這邊並不是說我們說 沒有問 你這時候表達的是說 今天網友在看直播當下 所有主要運用的採訊 第二個才還需要提的是說 剛剛剛剛有個問題其實我沒有問到 有網友推論說 可能不可以換了主持人 謝謝 我先講一下 就是 我非常了解PTT的立場 因為網友們提這個問題 PTT不能挑選他們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網友們提他一定要帶尾巴 我非常理解這個立場 這沒有問題的 所以絕對不是說PTT硬要問那麼多問題 因為網友就是問了這麼多問題 我非常理解 但是在這個我們時間的限制上 就真的是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只能事後 現場盡量處理 事後到網路再 再開用什麼其他方式 也許下一次還有類似的活動 那有關於換主持人這件事情是 那現場有誰要上來主持 其實我 OK 雖然我們已經快結束了 那下一次大家可以考慮 如果覺得 因為真的是我們都會有 都可能都會有瑕疵的 我個人也會有 今天舉辦的這個過程也會有 那有瑕疵我們下次會想把他改進 包括把我個人改進掉這件事情 也會在改進可能改進范圍之內 那還有沒有 我希望這邊可以回答審查和備查 到底有什麼區別的問題 再來是關於高降完全鬆綁的問題 希望不要再用那個 作文比賽在書面回答方式 希望現場就可以讓大家聽到這個答案 我覺得我們問題非常具體 也希望說具體回應 不要用這個願景式的公範問數 謝謝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法條中間的備查 就是當我們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它是可以表示意見 如果行政機關在兩個月之內 他不做處理的話 那個執法就失效 可是問題是 這就是立法院 說現有的機制中間 賦予他們的監督機制 還可以有辦法去做 要他們的召集委員把這個東西 排進議程裡面才有辦法去審 如果說兩個月內 不是那是審查之後 你覺得非常受益立法院 立法院就可以表示一件 他表示一件行政機關就有責任要去處理 那請問大家如果說現在目前立法院 都對於這個資金區條例的第一版 都有這麼多意見 那就以民剛的這個論述 就是行政機關要改 那你們現在構成一個行政機關不改 我等立法院來運作 那請問一下這是怎麼樣的問題 這是跟審查跟備查 您要求立法院的邏輯是比較矛盾的 不會被查 那個是後面的執法的問題 現在立法院做證 前頭這個都沒有通過 後面根本就沒有那些執法的問題 今天立法院才審到第三條 這個條例要是沒有通過 後面能明提的那些問題都不存在的 那我們難道不能為不存 還沒有發生的問題進行準備嗎 對啊 現有的法條制度上 不是我鼓創這個規矩 過去這些法條都是這麼辦的 過去這些法條 但是目前的話我們看到一個很明顯的行政機關 憂求要這個擴張這個授權 沒有 我們剛剛舉個幾個例子 我剛剛都舉了法條 我的食品衛生那個法 包括貿易法 產算條例它的授權的比例 比我們認識性的還高 但是那條文的時候 法律比要跟落後的法律比 要跟那個受購買 產算條例你也覺得很落後嗎 是 那請問一下您要 為什麼您就覺得說 謝友誠今天都是落後的呢 我們為什麼不當好的東西比 我們就是更好的東西比 證交法 英文法 這些都是最先進的管理規定 為什麼這些東西我跟他比就是落後 因為照您的邏輯來講 你覺得說33條的空白授權 是一個很低的比例 我沒有說他很低 其實說是在法補 很低嗎 那要不要 從頭到尾有這個字眼 從頭到尾有 他跟其他的法條中間來說 那我們到時候請repeat直播 或者是我們的 可以 到時候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說過 那請問一下 還有其他的網路媒體要追問嗎 我自己想問一下 就是剛才有人回答我剛剛那個土地會被賣掉 然後不受民意機關監督的問題 我們的重點在於他不受民意機關意願的監督 而不是在於他的價格到底是多還是少 因為如果不受監督 如果來一個二職的縣長 他甚至可以隨隨便便的把這些土地全部都賣掉 福利廠商 然後廠商再去炒地皮 然後造成更大的影響 我想說明一下 其實他這個是在一個前提 就是說這個示範區是不是基本上 就是剛剛像主委講的 他的示範區前提是說他經過了一些審核 認為說他是可以的 所以他可以成立一個示範區的一個前提下 那他這裡面的一個公有土地 那這個公有土地 因為公有土地基本上 公有土地本來就是應該做公用 那這個示範區 他是為了全民如果說經濟上面 他的一個發展 那公有土地優先做公用 這是合理的 那我們一般 不能受民意的監督 不是說不能受民意的監督 通常其實我們目前來講 土地法說要受民意的監督 一般來講其實是有地方政府 只有地方政府的一個土地 其實我們的國有土地 他是沒有送沒有送立法院的 我們的國有土地沒有 他只有地方 就是說直轄市縣市有的土地 或者是鄉鎮有的土地 他才有送 為什麼 因為行政院希望說這個公有土地 是全民的一個資源 那地方政府他在處理的時候 希望能夠受民意機關 以及行政院他的一個監督 確認說這個公有土地 他是有一個公義 公用的時候 是有比較有一個 但沃草問的就是地方政府吧 對不對 對 所以地方政府確實是 不會受到地方議會的 他如果沒有選25條的話 沒有選25條的話 當然他就是不用經過 地方的民意機關的一個同意 但是我意思是說 他為什麼不需要 那是因為說 他在示範區 他前提是說 對我們全民是有幫助的狀況下 在這個示範區可以成立的一個情形下 那這個時候 這個公有土地先公用吧 那他不會以 他是以試駕的時候 他不會去損及這個公產的權益 那在這種情況下 認為說他不必要再循這個程序 再跑一遍 這個是一個精神 這個不是用原價賣出來 就沒有損 就不會損 我想現在這個問題其實已經明確 就是沃草這邊提問是認為 應該要讓議會來做決定 那這個 政府代表這邊回答是他認為主管機關的審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這是有一個不同的落差 那當然 我們就請大家再做評論這樣子 OK 謝謝謝謝 因為我們還有一位 您是不可對他們 就是網路直播媒體 請問 不好意思電子媒體 我們等會後再 一起來 好 我的問題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今天有 大家有非常多問題 我想兩位主委也感受到 就是大家很想 願意了解跟政府溝通這件事情 那我問題很簡單 就是 就是 呃 兩位主委或者是目前的團隊有沒有 能不能明確的承諾在近期 在辦類似的 就是跟民間直接溝通的這種活動 我沒問題 叫大家願意辦我隨時辦 我的意思是說 呃 因為行銷有從這邊拿起 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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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說 那由於這邊協助整理 並且承諾近期快速的趕快再回應這件事情 再辦其他一次 主委會給一個期限 近期的一個期限 這個時間會這樣 至少幾個月之內 或是多久之內這樣 我 我沒辦法講詞 一天多少時間可以看 朋友包括 各方面的先了解 我 估計 估計 就是要回合 不會 如果大家要我來 我就來 不要我來 我 可以 一半時間 時間算算 包括聯絡 承諾一定會在 既然願意來辦這個 我就覺得會不會有任何問題 萬一大家繼續再來 我們 OK 好 那其他的 有需要提問的朋友 我們請會後的都再 再安排來提問 那我們今天 我可以講一句話 是 請 其實我想想知道 雖然好像 顯然有鄉民 對我們主持人 不太滿意 我個人覺得 主持人非常好 其實我今天 見到主持人 是今天6點15分之前 我也沒見過他 我覺得主持人 對我們 包括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過去提的問題 包括剛剛追問問題 他 怎麼樣讓我非常激訝 這麼年輕人 做得這麼好 非常感謝他 謝謝 好不好 來主持這樣的活動 就要被泡了準備 所以 很正常 那我們這個 今天未盡的所有的問題 大家在網路上 尤其看直播的朋友 都可以到粉絲頁上面去泡大家 包括泡我在內 都可以 那當然認真的提出問題 是更好 我們有更多的討論 那有QRTO 有這個網址 請大家把它這個記下來 然後 剛剛有 今天我們會有 有影像的紀錄嘛 那所有沒有被回答到的問題 都一定會在粉絲頁上面回答 OK 那 那今天這個其實是大家的第一次 對國發會 對政府 對我個人其實也是第一次主持 這樣類型的活動 那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跟支持 希望未來還會 真的承諾 我們會一直有這樣的機會 那雖然未來可能就不是我主持 但是還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的 繼續的參與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